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墊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夠到達星巴克岩島錶餐道店 就位在世界遺產以及國寶的岩島神社附近 擁有幾家的地理位置以及精美的設計 絕對要拜訪 公島位於廣島縣 距離廣島車站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跟船程 公島也是日本的三景之一 島上自然跟歷史監距 這棟三層樓的建築是跟公島brewery合在一起 那Bobbo因為不喝酒就不介紹啤酒給大家 我們直接介紹咖啡店 一樓的區域就是點餐區 開放感還不錯 可以看到這家店2018年有得到Good Design Award 到二樓的樓梯前雖然底色是灰色 但它配色彩鮮豔的海報以及木頭色的桌子 讓整體多了一種活潑感 二樓映入眼簾就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Bobbo覺得是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的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但不會虛滑或是過於單調 牆壁上也有不同的藝術品 比方說這幅看起來像是超寬4K螢幕的畫作 Bobbo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公島傳統的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零 整家星巴克Bobbo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面對海洋的沙發去啦 在這裡喝杯咖啡 感覺真的很不賴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是西元1168年 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神社本身於1952年被列於國寶 也於1996年被列於世界遺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的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乾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桌上 從這邊遠遠的觀賞岩島神社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潮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 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潮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的散步經過東迴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的湧入神社 風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大約為封城秀吉的室室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戶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宮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惠喜料理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